美国先后邀请日本首相菅义伟韩国总统文在云访问美国 特别引发外界关注的是 在美日美韩联合声明中都提到了台湾问题 在中美博弈的大对景下 美国邀请日韩领导人访美 有三重打算 在战略上拉拢日韩加入美国的对华统一战线 并防止中日韩今后进一步靠近在经济上 企图在芯片等行业建立不依赖中国的产业链 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美日韩军关心地区局势 总挠中国国家统一的信息 对于拜登政府的这些举动 我们一点都不要感到意外 对于拜登来说 继承了特朗普将中国定义为 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 中美关系被其分解成对抗 竞争与合作三部分 在这种备景下 拜登一定会尽一切努力 在国际社会构建美国主导的对华统一战线 以此打压遏制和围堵中国 避免美国霸权被取代 对于中国来说 面对美国的图谋 也不用一起行事 最重要的划清底线和原则 我们需要跟美国和他的跟班国家说清楚 第一 美国要跟任何国家发展关系 中国管不着也懒得管 第二 任何国家要跟美国一道 做出伤害中国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事情 中国一定不会做事不管 从澳大利亚到英国 从日本到韩国 一旦越过中国的底线 中国一定会用远比他们强大的综合国力 对其进行报复和造成伤害 第三 在划清底线的基础上 关键要言出必行 对于美国拉这些国家打嘴炮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嘴炮回队 但是如果美国和他的跟班小弟们 采取了实质性伤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动 中国就一定要报复 对于日韩来说 中国才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 让日韩不敢跟美国走得过近 现在回到台湾问题 美国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 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济 军事实力对比 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台湾越来越不足以单挑中国大陆 中国国家统一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 第二 台独与美国沆瀣一气 反复挑衅 让中国明显加大了 对台湾的全方位军事压力 美国和台湾都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在解决台湾问题上 中国没有紧迫感 这么说 不意味着解决台湾不重要 而是说在现阶段 中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在美国的打压下 尽快解决各种卡脖子问题 并尽早建立双循环的经济格局 意味着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 有充足的自信 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 现在是美国一天 中国相对于台湾和美国的实力 就会增加一分 解决台湾问题的成熟度 就更加提高一分 至于很多人担心 台湾2350万人 多数已经被民进党洗脑洗坏了 其实这不是个问题 一旦国家统一 在教育 媒体 司法领域纠偏 不用20年 新一代爱国 爱台湾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 就成长起来了 日本殖民台湾50年 都能把他们叫化成二等皇民 我们有这么多的血肉和文化联系 只会比日本做得更好 所以现在焦虑的是美国 美国焦虑的核心是 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 解决海湾问题正一点点 被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 在目前情况下 中国只要坚定实施 乙武防毒 乙武促统和平统一的战略 美国基本上没有翻盘的机会 美国在军事上 失去干涉中国国家统一的能力 是这一切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开始重提战略模糊 就是不想在中国统一台湾时 被迫卷入一场 美国无法获胜的战争 美国拉着日韩 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发声 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 这么多年来 中国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做准备时 从来都是以美国企图干涉为前提 来确定战略和战术的 对于中国来说 让台湾省回归 无非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 军事上 即便美国介入 中国也可以顺利解放台湾 第二 在经济上 即便美国纠结盟友 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制裁 中国也可以在双循环的格局下继续发展 面对日韩近来 频频在台湾问题上发声 中国可以一正言辞告诉他们 第一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都无权指手画脚 说三到四 第二 任何国家跟台独分裂分子进行勾结 都被视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衅 中国都将进行报复 第三 但是任何国家 如果敢于阻止中国解放台湾 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舰 飞机直接参战 还是美国的飞机 军舰 从这些国家的机场 港口出发攻击中国的目标 中国都将对这些国家的港口和机场进行攻击 如果有国家为美国提供情报 后勤支援 中国同样将此视为对中国的战争行为 所以我认为美韩联合声明提及台海南海 对此我们一定要谨慎应对 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 并在随后发表了韩美联合声明 声明自中韩建交数十年来 第一次谈到中国台海与南海问题 涉入了中国内政与国家核心利益 这也是即今年4月16日 美日元首峰会联合声明 即5月5日G7外长声明后 美国与其盟友再次就台海等问 提发表针对中国的联合声明 中美对抗行事在外交舞台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美韩发表联合声明的场景 与之前日美以及G7联合声明不同 此前文在寅一直决结在中美之间站队表态 他这次明显是在受到美国的外交胁迫下 签署了这份声明 所以针对文在寅的这一举动 中国方面该如何应对 一定要高度谨慎 一个基本原则是要把韩国与美国区别对待 要看到文在寅政府及不情愿的态度 和日本以及7国集团积极参与的不同 要把握好回应的力度与方式 注意不要激化中韩两国矛盾关系 我之前多次说过 韩国是中美在东北亚保持地缘战略平衡的关键砝码 有点类似于欧洲在中美全球争夺中的角色 随着中美全面竞争的不断升级和加剧 韩国在中美间被迫选边站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 如果韩国选择片面倒向美国 整个东北亚格局就会回到二战后冷战时的状态 不仅中国少了一个重要的贸易与技术输入伙伴 还会让在中美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 相反 如果韩国倒向中国 则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就有可能瓦解 其整个印太纵横制华的网络也会出现缺口 届时 中韩在半岛事务中的话语权也会加大 进而推动地区一体化和维护半岛稳定 美国反而会处于被动 因为韩美关系的特殊性 韩国在军事安全与外交上高度仰赖美国这是事实 但另一方面 中韩经贸官系也非常强劲 这符合韩国利益也构成了中韩关系稳健的基础 所以 文在寅政府并不想在中美之间站队 因为这样一则会失去中国市场 二则也会让韩国身边都一个实力强大的敌人 这些都不符合韩国的利益 所以 早在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前 文在营救明确表示 韩美关系和韩中关系 对韩国来说同等重要 韩国外交部长郑益荣 也在今年3月31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 中美两国对韩国来说都非常重要 中美不夺外交手腕 外交一定要维护国家利益与尊严 这是一个底线 但是如何在这个底线上灵活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 却需要高度智慧 请不吝点赞订阅